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现在是要干嘛的蓝鞋 他等我们了 能看嘛的蓝鞋 好可怕喔 你們好可怕喔 下雨嗎? 對啊 有下雨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我要跟他拍照 去翻去翻 這是什麼? 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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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鈴鐺! 才是凱 Cu traversi 這位是凱凱俠人 剛剛那些是凱凱俠人 耶! 哈哈哈哈 好像這個 謝謝你 你看他會打翻 你看 要一個措施 好啊 對這段 謝謝 謝謝 你要高一點 不能 這是什麼 是他們的村莊嗎 有看到什麼 秘密教授 布魯了 黃天爐 他躺在床上 要壓麵糰是嗎 他有種麵包吃過 麵包超容易會起來喔 妙麗 喔喔喔 喔 打火了 我家爺爺 其實也很像 安西教練 其實也很像 肯德基爺爺 呵呵呵 我們進來呢 一個人 不分大人小孩 票價都一樣 都是日圓的1800人 只要一歲就要買票 因為買票的話就進來二人 然後看到我們這些王的地方 那大概就這樣 哈哈 其實大概就是 麵包超人 進食館的概念啦 真的很乾淨 很可愛 基本上如果你的孩子 認識麵包超人 所以進來這樣 我們認識滿吃的 然後外面也有戶外景 如果頭髮長了 就可以在下面剪個頭髮這樣 來這一趟算是有返回 就是今年是麵包超人元年啦 我今天殺出一個直居人 對好不好 可以交代了 可以在整個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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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你們一起走沒關係 剛剛搞完的話 跟他們玩比較輕鬆對不對 當然啦 還是他們比較聽話的啦 這是料理嗎? 對啊 哇 這是你的路人 這是你的路人 對阿 對阿 這是你的路人 這兩個後才發現 壽星 可以拿這個 上面的雙身 這是到你的光纜 它就有回到一個特製的卡片 然後裡面這個呢 掛在它的路場 禮物上 大家就知道它是壽星 沒有哩 壽星好像可以 堆牌字 對對對 真的是堆牌字喔 因為沒有比較便宜 哈哈 這是一個特別的紀念 超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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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耶 會再來金板石 菁姐如果要去那個 陳者陳田田 跟我一邊想像的 我覺得金板石 比較 真的比較好 又是時候親子去 親子 喔 我的是誰啦 不知道是藍還是紅 紅椰椰嗎 是嗎 還有沒有紅椰椰 還有紅椰椰 好厲害喔 出來就要讓他們打鼓 是誰的車? GOGOGO 是戀愛摩天輪啊 真的 然後整個都愛心愛心 我剛剛拍完照嘛 那他就是一個免費幫你拍照 然後一次機會 然後他就給你一個號碼拍 他就先給你 就是你們這次拍的照片 然後再 登登 然後要不要再一張這樣 然後不用不用 然後就喔好 我就收起來 就這個給你 就是因為 這個是16201 這個是0元 我為什麼擺呢 所有的人都在笑 你這一點我買了 他的拍照技術不錯 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好料理 生日快樂 照片 好誇張喔 這位太太在幹嘛 哈哈 你可以刷牌 好可愛耶 好可愛喔 他是每一個 這是什麼帥的 哈哈哈哈 他有口味的 這個是 起司口味 然後這是哈密瓜 香蕉奶 草莓奶油 哇 有看到他們做麵包嗎 有 麵包舒服了 哇 哇 這個的 這是我們的麵包耶 你給我 謝謝瑞瑟鋼喔 那你還有你啊 你也要送來瑞瑟鋼嗎 因為他們受不了我們 讓他們先吃一個 登登 好 好 選一個 那你們剪刀石頭布 刀石頭布 那你們一起先吃麵包超人好嗎 等一下再吃紅精靈 好 一起咬 好你們一起 哇 麵包超人真的被咬了 你也給瑞瑟鋼嗎 你也給瑞瑟鋼嗎 就是紅豆麵包 但是是好吃的 不會說他只是造型然後不好吃 開心嗎 開心 你們先逛一下 我們現在在神戶山宮的一個超市 然後遇到了一個熟人 然後大家找他捷掌 這就是我們很眼熟的一個人 會講日文 會講中文 會講中文 這個可以刷卡 恭喜你們 他還知道我們有刷卡的需求 欸 這裡服務很好 這裡有日本人會講中文的服務 大家可以來這邊消費 對 好 沒關係 沒有人會用 他先給他卡好嗎 來秀一下 我想說他的服務可能還有自己拿桌 自己來卡出來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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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很周到耶 真的很棒耶 有講中文的店員 對啊 如果有來神戶 真的可以來這邊買東西 還要找Kawasaki 哈哈哈哈 走吧 去坐飛機了 哇 在這裡聞到海味 哇 這次來日本坐車 坐飛機 坐船 哈哈 沒有想過這趟旅程會坐到船耶 我現在要坐的是從神戶機場到關西機場 哦 船要開了 海上高速巴士 30分鐘就會到關西機場 如果山宮算到關西機場的話也是要一個小時 我們那個電車二十幾分鐘 機場之後還要在座位的小接駁車 然後才會到可以搭船的地方 拜拜 神武 拜拜 其實沒有很晃耶 還蠻平穩的 我要下船囉 結束 哇 這樣就跳出來 我可以跳 我要回台灣囉 搭碗班的飛機 這次的麵包超人國務館之旅 這次呢 總共有這幾支影片 我們去了京都跟神戶 還蠻親子友善的 真的 就想來開機大人 你就會很開心 哇 你看親子友善 看這邊就知道 日本的機場是可以讓孩子玩耍的 這支影片已經結束了 喜歡我們的話請按讚分享 我們也是 一百首雷翔 掰掰 我們會不會再翻訪 每個人呢 你們會不會 我這麼幾支 我們會不會再翻譯